看到田亮带着老婆在巴黎铁塔下卖货 郭晶晶却在那场当跳水裁判长 才知道两人当年分手的真正原因 跟那个郭晶晶好过的 田亮 其实在遇见霍启刚之前 郭晶晶有个外界都在传的前任 那就是田亮 两人从小就认识 总是在一起训练 一起吃饭 被外界称作是国家跳水队的亮晶晶组合 然而即使外界再怎么转 彼时的跳水王子田亮却始终不肯承认 跟郭晶晶的感情 只说两人是好朋友而已 郭晶晶则含蓄地表示 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因此选择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 之后随着田亮四字接代言被国家队开除 两人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告别田亮后 郭晶晶迎来了豪蒙阔少霍启刚 在雅典奥运会上 霍启刚对郭晶晶一见钟情 随后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追期生涯 先是借合照留下印象 一会儿他又过来了 说我可以再给你照个箱 我说你不是照过箱吗 他说嗯 刚刚是别人照的 我拿不到照片 我可以再照一个吗 后来霍启刚就追着郭晶晶到处跑 还在郭晶晶比赛时 扛着长枪大炮给他拍照 因为这段往事 他还被网友们笑称为内娱初代战歌 记者 当年 你当年也有一个战歌呀 郭晶晶 我没有啊 记者 你有啊 郭晶晶 我哪有 记者 你在哪里 就一个人在看台上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给你 郭晶晶 你说我老公啊 2011年 30岁的郭晶晶 因为伤势严重 再加上过了运动员的黄金年纪 在是否退役的问题上纠结不已 关键时刻 是霍启刚鼓励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说 其实你都练了这么多年了 你不如出去看一看 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只有跳水的 不是只有国家体育总局 当运动员其实是被人照顾的 郭晶晶最终选择退役 并在霍启刚的陪同下前往英国学习 也是这段经历为他考上国际裁判做了铺垫 两人结婚时 不少人算郭晶晶嫁得好 高攀了豪门 可霍启刚却心甘情愿称自己为郭晶晶的老公 霍家掌门人霍振婷也说感谢晶晶下嫁霍家 霍启刚 我是霍启刚 郭晶晶 我是霍启刚的老婆 郭晶晶 霍启刚 我是郭晶晶老公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婚前婚后 霍启刚对郭晶晶的爱意和崇拜都从未改变 有一次一位小朋友夸郭晶晶厉害 霍启刚满脸得意 你女朋友真厉害 不是我女朋友啦 是我太太 郭晶晶刚生孩子时 即使在忙 霍启刚也要在上班前亲自给她煲好汤 上班前想要煲汤给我喝 回来有的时候还要做饭 当然郭晶晶能让霍启刚如此死心塌地 不光是因为她的冠军光环 更在与她强大的人格魅力 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世界冠军的情商和心理素质 2016年 郭晶晶和霍启刚在参加一档综艺时 车开到半路 霍启刚才发现自己弄丢了价值百万的戒指 霍启刚 哎呀 完了 郭晶晶 怎么了 怎么了 说 霍启刚 刚才那裤子我的戒指在里面 这枚戒指是他们的周年纪念礼物 价值还在其次 主要是意义非凡 因此霍启刚显得坐立难安 立刻请求司机掉头回去寻找 立刻回去拿 掉头回去 现在吗 是的 因为我落下了东西 过精进见状 先是安抚霍启刚说没关系 随后提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我们到那去等 让他回去取了 好 你可以帮我们取拿吗 好的 谢谢 如此一来 既不耽误节目录制 又能找回婚戒 都说鸡嫌旺三代 也难怪或加上下都如此忠实 郭晶晶 跳水女皇 注意看 这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十米跳台决赛 也是郭晶晶和福明霞两代 跳水女王的巅峰对决 96年奥运会和2000年奥运会 都没有拿到奥运会金牌 那个时候是不是被福明霞压着呢 97年他退役了 那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他退役了 你就心轻松了 这回可以展露头角了 那也是因为自己可能想法太多了 觉得可能是不是我要拿冠军了 所以最后也没有发挥自己的水平 逼时的郭晶晶年仅19岁 22岁的福明霞此前因为独孤求败 选择退役了两年 在那两年中 郭晶晶几乎包揽了所有比赛的三米版冠军 但随着福明霞的付出 郭晶晶再次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在决赛的前三轮比赛中 郭晶晶始终领先福明霞 第四跳开始 郭晶晶选择的是107B动作 完成了十分出色 拿到了72.54分 在压力之下 福明霞选择305B 即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福明霞这几乎完美的一跳 拿到了80.1分 以一分之差的优势将比分低的郭晶晶反超 最后一条郭晶晶选择的是405B级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可以看到入水出现了瑕疵 见起的水花有点大 这一跳只拿到了67.5分 而福明霞的最后一跳为5335D 太漂亮了 就这样福明霞凭借近乎完美的水花 消失数拿到了77.43分 最终掌握奥运金牌 再度浇灭了郭晶晶的奥运冠军梦 她一两年归来 仍能重回巅峰 郭晶晶日夜苦练 却始终不能翻阅这座大山 也许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 哭一晚上呢 其实爱都是这样子 你比赛嘛 竞技体育都是这么残酷的 我觉得我比她付出的多很多 每天我们练到七八点 他们练到五六点 我们就是每天就是完全 不是不成比例的纳肘 各方面 比起福明霞的天才 郭晶晶的职业生涯只能用努力二字形容 1992年 11岁的郭晶晶刚刚进入中国跳水队时 14岁的福明霞就已经是万众瞩目的奥运冠军 两人那时还住一个宿舍 郭晶晶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超越师姐 那个时候是你俩住在一个宿舍里是吧 对 我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直住上下铺嘛 我一直住上铺 可福明霞却从没将这个师妹放在眼里 因为在那个时期 只要有福明霞参赛 其他选手就只能去争第二名 1996年 15岁的郭晶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预赛第一决赛却因为心理压力出现重大失误 只拿到第五名 冠军依然是拥有绝对统治力的福明霞 连续两届拿到奥运冠军 感觉没有挑战的福明霞宣布退役去清华读书 本以为郭晶晶的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在一次训练中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郭晶晶不慎从跳板上摔下 导致右腿严重骨折 我从小我的我的腿受过几次伤马 我的右腿筋骨 肥骨全部都断过 腰也不是很好 休息整整十个月后 郭晶晶的伤势才恢复 然而更致命的问题出现了 她的左右腿不一样粗了 体重也因休养长胖 因此回到国家队后 没有一位教练愿意再收她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郭晶晶要因此退役时 她却选择咬牙坚持 每天比别人多练两个小时 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孩子 2004年雅典奥运会 凭借完美的表现 郭晶晶在女子丹人和双人三米板项目中 勇夺二斤 一跃成为中国跳水的邻军人物 终于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女性力量 原来跳水比赛的哨子是郭晶晶吹的 我就知道 航门阔台可以有很多 但郭晶晶只有一个 哦 我们看到了跳水名将郭晶晶和她的先生 众所周知 我们的跳水梦之队一直在各种国际赛事上被主观压分 郭晶晶本人也经历过被压分 被轻视 被区别对待 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状 当年郭晶晶在手握31个世界冠军退役后 并没有让自己恩义下来 而是选择去考裁判证 迎男儿上进入跳水的管理层 只为给中国对争一个公平 早在四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郭晶晶就以跳水裁判的身份经验亮相 而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郭晶晶则直接晋升为跳水裁判长 但凡有跳水项目的地方 就有她的身影 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 于是努力为运动员们撑起一把伞 这一刻 女性力量具象化了 看到郭晶晶一身白色衬衣 又美又撒得站在那里 大家纷纷感叹 霍企刚嫁得真好 明明十年前对郭晶晶嫁入豪门的报道 还是灰姑娘遇上王子那一套 记者 你有考虑过门当户对吗 郭晶晶 没有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吧 企刚有压力了 她说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如果我拿不到金牌 人家会骂她的 要知道自从郭晶晶在2012年和霍企刚完婚后 明月阔态看不起她的传闻就没有听过 在他们的各种聚会合照上 郭晶晶的身影显少出现 即使出现 也都是在边边角角 而且打扮还十分接地气 前几年她手上经常戴着一个三块钱的黑色头绳 结果遭到群嘲 郭晶晶 不是所有人都用这个吗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特别吗 记者 但是别人用是别人用 现在是郭晶晶在用 郭晶晶 我其实特别不理解 那人家就卖三块钱 你不能强迫别人卖三百 为了给老婆撑腰 霍企刚亲自出马 举行了一场以海洋为主题的慈善晚会 能出席此次晚会的全都是在体谈 有着相当级别的人物 而那些所谓的名怨阔太连受邀的资格都没有 与其说香港扩胎圈容不下郭晶晶 不如说是郭晶晶不愿融入他们 因为相比于逛街逼没抢碎位 郭晶晶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祖国的慈善事业上 当初疫情爆发之时 郭晶晶不仅捐款七千万 还主动报名志愿者为灾去人民送上医用物资和消毒用品 之后郑州水灾捐款一千万 甘肃地震又捐七千万 这一笔笔善款不仅暴露了郭晶晶真实人品 还彰显了豪门阔太该有的格局 不仅如此 虽然早已离开赛场 郭晶晶仍欣系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新一代跳水天才全红禅横空出世后 郭晶晶就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指导 全红禅妹妹 她确实这次奥运表现得非常好 所有人也看到 她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真是无懈可击 就是每一个都是满分 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 郭晶晶受邀担当了护棋手的职责 这一角色象征着体育界的崇高荣誉 直到今年郭晶晶又成为巴黎奥运会跳水裁判长 带领整个霍家齐聚巴黎 可以说好门早就是她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标签 作为一名运动员 田亮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也只是停留在那个阶段 虽然现在的她没有在娱乐圈混得那么好 但也是有着一定知名度的明星 众所周知 直播卖货这项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赚钱的一种行业 许多行业都有了直播卖货 而体育圈更是少不了这些 但这么做就好像是抢别人运动员的饭碗 利用奥运热度来捞筋 面对这样的质疑 田亮也表示自己并没有这么想 在众人看来 田亮过去的体育生涯和现在的直播卖货新选择 两者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如果没有过去辉煌的体育生涯 那么现在选择直播卖货也根本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众人看中田亮的名气 田亮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他清楚自己的知名度有多高 在直播中他还开玩笑表示自己没得选 可他也表示 自己之所以选择这条路 只是想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田亮清楚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 因此他更加努力想给大家带来欢乐 让大家快乐消费 虽然说田亮并没有什么恶意 但还是给别人抢饭吃了 此举不仅让田亮个人形象受到了损害 同时还让他所从事的行业受到了一定影响 网友强烈反应 众所周知 田亮过去的体育生涯可以说是非常辉煌的 早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他就夺得了蹦床金牌 之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他又获得了男子三米版冠军 在全世界范围内 能够获得这么多奖牌的运动员并不多见 因此田亮也因此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偶像派明星 虽然他从事娱乐行业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功 但总算有过去光鲜的人生履历 如今看到他直接转型做起了直播卖货的工作 网友表示非常不满和吃惊 本来以为田亮会继续留在娱乐圈发展下去 谁知道他却突然改型做起了直播卖货这份工作 很多网友都表示自己关注田亮很多年了 但如今看到他做出这种举动实在是无法搞同 无论是过去辉煌的体育生涯 还是娱乐圈那段无法实现梦想的时光 都是对大家欺骗嘛 面对网友们强烈的抨击声音 田亮也进行了一番回应 强调初心 谁又能想到现实生活中的田亮 与我们心目中的他竟然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大家强烈反应 田亮表示自己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做这件事了 本来自己还有一个小目标想要当健身教练 谁知道却意外地走上了直播卖货这条路 田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初心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着想做的事情 现在虽然工作变了一些 但内心对大家所做出的承诺还是会努力兑现的 当初选择做直播卖货 并不是看中其赚钱多 而是看中他可以将优质商品推广给更多消费者认识 并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欢乐 作为公众人物 田亮也清楚自己兼上所承担的责任 因此他非常努力想给大家带来欢乐消费 让大家真正消费到五美价廉的商品 虽然田亮表示自己并没有追求金钱利益 但还是遭到了很多网友们质疑声音 纵观整个娱乐圈 体育界 娱乐圈等等 能够坚持下来 无任何绯闻且备受喜爱的明星就那么几个而已 而田亮正是其中之一 本身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号召力 如今转型直播卖货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自己知名度进行炒作行为 受到影响较大 同时还有很多网友认为田亮已经忘记了当初的金牌承诺 为金牌而生 为奥运而战 当初在奥运赛场上所留下汗水和付出辛劳 到头来只为了钱财放弃曾经光鲜辉煌生活 如今不管是过去辉煌无比的体育生涯 还是现在备受网友们质疑声音 在郭金牌身上总能引起功名和猜想 与郭金牌对比 众所周知 在体育界中郭金牌和田亮算的上市同行中成功人士代表 郭金牌曾经无数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 并且带来了无数次精彩绝伦表演给我们观赏 郭金牌更加努力训练和拼搏 在奥运赛场上多次掌获金牌 并且创造了很多第一人 于此在他踏入娱乐圈后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并且备受大家喜爱 如今退役后 在体育界混得越来越好 曾经出任东京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裁判长 可见其专业心和实力备受认可 可以说在各个领域中国 金金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而当初和他齐名 在体育界取得过辉煌战绩的田亮 如今却变成了这样 看似两人前途无限 但收获却截然不同 似乎两者之间隐藏着一个故事 其实要说隐藏故事 那一定离不开抉择 抉择即是抉择之后 必定会带来相应结果 作为两名优秀运动员 在抉择后选择不同职业发展上 最终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结果 面对田亮突如其来直播脉货事件 我们不禁会猜想一个问题 当初抉择是否正确 成功与抉择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抉择问题 而抉择之后就会带来相应结果 看似简单似个字描述出来 但背后真正含义非常深刻 在面临抉择问题时候 我们需要三四二后行 需要考虑清楚之后可能发展结果 并且要做好万全准备 不能草率行事 其实当初在田亮和郭晶晶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参加奥运并展或金牌 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个人猜想发现 两者开始有了不同看法 究竟何去何从 或许当初抉择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简单 毕竟选择之后会影响接下来全部发展走向 作为运动员或许会影响整个运动生涯 如今回首看当初抉择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可以理解 无论如何既然当初选择了那条路就要坚持下去 同时要让自己开心幸福就好 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当初勇敢迈出了那一步 其实每个人在做出抉择时候都有自己考虑标准 究竟什么才是我想要 只要我们找到自己想要什么 那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无论途中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要勇往直前 我们或许不能否定田亮过去取得辉煌战绩 但如果当初抉择走上娱乐圈道路是否正确 还存在一定争议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都会面临各种抉择 而这些抉择往往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田亮和过津津的故事告诉我们 选择并不容易 但一旦做出决定就要坚定走下去 无论结果如何 勇敢迈出那一步就是成功的开始 你认为当初的抉择是否正确 快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4 8 8 '